大家好,我是他道哥哥 今天为大家带来王冠第六集最终章 还请各位在这关键性收尾阶段疯狂点赞 能不能把往日没赞、漏赞、错赞、少赞、刻意不赞的次数 都于今次给小弟全都补上 就看你们这一哆嗦了 别等了,现在就赞吧 一日清晨,新闻中正在播报伊拉克战争的相关动态 但是查尔斯显然无心于此 说罢又觉得哪里不妥 于是便有补充说道 查尔斯接下来要做的自然是要搞定女王 但是女王此时正忙着办件大事 她要参会和众人商议有关未来自己的葬礼 而女王参与此次讨论显然也是被迫的 工作人员表示这一切只是出于谨慎、未与筹谋 女王闻言随即说道 菲利普勤王一再跟女王说这本是一件很好玩的事儿 更何况这种事儿还能唤起很多美好的回忆和情感 好玩不好玩咱不敢说 但此时女王的心里充斥着情感尽是悲伤 在前去找女王的路上 查尔斯看到了白金汉宫外聚集的人群 众人纷纷抗议布莱尔出兵伊拉克 首相下台的呼声愈演愈烈 也算见过不少风浪的查尔斯 此时依旧感慨于世事的无常 水能载舟亦能复舟 当然他也并未忘记此次前来的目的 女王本是美好气的准备抓住这个机会 再次敲打和教训一方儿子 顺便把自己这几天不爽的情绪发泄发泄 但当她看到丈夫正在安排她葬礼上使用的灵车时 查尔斯对她说道 你常说是父亲长久以来陪伴着你 给予你力量 给予你支持 而卡米拉也正是给予我力量和支持的那个 随后女王做的第一件事 是找来教会方面的人进行协商 虽然公会议此时一对离婚者再婚一世 选择了让步 但倘若众人看到英格兰国教允许这种事发生 可能会导致圣公会分裂 所以主教的建议是通过民事一世结婚 然后再获得教会的赐福 而获取赐福的一个条件就是得以某种形式进行赎罪忏悔 虽然允许再婚 但这并不等于美化过去的不忠 而女王对查尔斯再婚一世态度的转变 更多的在于她想在自己退位前把这件事办了 接下来女王又把二位孙子叫来 抑郁探一探孙子们的口风 威廉和哈里此时正和朋友商量 下周是否要去参加好友哈里米德的生日化妆舞会 哈里米德是英国的一位著名棋手 亦是在伊顿求学时期便和二位王子相熟的朋友 但是威廉隐约嗅到了一丝危急 因为这次舞会的主题有关殖民地居民和土著人 可是哈里则对此不以为然 而他很快也将为此付出代价 在见到女王后 女王对威廉和哈里讲出了对方父亲再婚一世 两兄弟对此则发表了不同看法 哈里表达了强烈的反对 而威廉则读懂了女王的心思 随后女王给查尔斯打去电话 同意了这桩婚事 查尔斯激动之余 赶忙跑去找到了卡米拉 这里我们不难发现 查尔斯每次求婚时选择的地点都很随机 上一次是在婴儿房 这一次是在花房 第二天早上 当女王喝茶时再次听到了每天准时准点演奏的风笛曲 但是这一次 她的心境显然不同往日 随后她叫来了风笛手 让她推荐一首自己最喜欢的 届时将会用在葬礼上的曲目 风笛手一听略敢吃惊 但也向女王推荐了一曲 之后女王要求她现场演奏 风笛手虽敢为难 但对女王的号令默感不从 此时正在工作的女工在听到这首曲子之后 不自觉停下了手中的工作 也跟着哼唱起来 而女王此时百感焦急 内心波涛翻涌 眼中满含泪水 很快到了化妆舞会的日子 哈利因为一身精心挑选的制服 再次成功拿下各大媒体报刊的头版 都怪交易的太冲动 不知道应该先救出卧底吗 待箭报之后 各王室成员无不为之震怒 而最为愤怒的正是哈利本人 但很显然 他怒的和别人怒的 肯定不是同一个东西 事发之后 查尔斯想出来的教训儿子的办法 是让其打扫猪圈 但是眼下最紧要的问题 是这件事有可能影响哈利入伍 而很显然 治标不治本的查尔斯是指不上的 所以菲利普此时 接过了父亲这一角色 找找朋友 打打电话 对于身处这个位置的人来说 那操作难度肯定是不大的 其实哈利这件事吧 首先没得洗 但是呢 当初真的有机会可以避免 只可惜 向来成熟形势的威廉 偏偏也跟着幼稚了一回 下面这几句台词 那肯定不是编剧为了凑数的 而女王和首相谈起这件事时 布莱尔则强装淡定地说道 这有何难 无非就是道个歉 然后再忏悔忏悔 届时公众也就原谅他了 女王当然一听就知道 他呼噜里卖的什么药 不就是借着说哈利实际上说自己呢吗 随后布莱尔聊到 有关未来伊拉克的退出战略 结果谁承想 敏感的女王此时因为退出二字 被托尼再度唤起了悲伤的情绪 于是便又到了经典的回忆往昔桥段 连泼老没老我不知道 但女王认定她没老 在尝试了108次之后 她成功了 看着往日一幕目难忘的片段 她不自觉再次红了眼眶 已然开始暗自感慨 时光不在 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 2005年4月9日 查尔斯·菲利普·亚瑟·乔治·蒙巴顿·温莎 正式迎娶了卡米拉·罗斯玛丽·尚德 而就在新婚夫妻接受教会赐福前夕 女王正在为随后的发言奋鼻疾书 此时她也拿定决心 准备趁着这个机会 宣读自己将要让位于儿子的重磅消息 正当她再次感慨时光不在之际 又已为自己悄然出现 这一次是自己为自己喝彩 ¿Has你忘了过 Having forgotten the oath that you took? I declare before you all that my whole life whether it be long or short soll be devoted to your service You're fit enough to ride and drive so you're fit enough to wear the crown Monarchy is something you are Not what you do The crown is a symbol of permanence of stability of continuity If you step down you'll be simbolizing instability and impermanence But what about the life I put aside? 它我被依 앞으로去世 可是我 CAM BEGIN 那一件事是那些事情? 年來 只有一個雖然 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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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妳想找到雖然 妳不會找到她 于是刚刚写好的发言稿 紧接着便被女王涂抹掉几处字句 带到发言时对退位仪式是只字未提 取而代之的 则尽是对新人真诚的祝愿 以及最为高密度的一次幽默展示 我认为这些事情应该 Hond哟 我是原来的妻子 今天今天是一个幼么的阶段 一每集中的一生意 拿着全国会一起成长 三年的大线军 你打出来惊都20分钟 结果完了 保证到 7-1锁査车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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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 这几处幽默的穿插 我认为是这一集中最巧妙的安排 当女王终究还是选择当回女王 幽默象征着女王从神坛重返人间 那最后一丝的倔强 听众只倒是风趣诙谐 而只有女王自己知道 她的艰辛与不甘 幽默之余 王室其他成员的脸上则神情各异 因为早先众人曾收到小道消息 君认为女王会在演讲时宣布退位 然而很遗憾 揣测圣意 无功而返 我认为女王终究是谁 距离菲利普和伊丽莎白二人结婚 至此已经58年过去了 在这近60年的光景中 菲利普确实做到了当初女王父亲乔治六世对她的要求 她正是你的职责所在 而也只有菲利普能够读懂女王的幽默 女王伊丽莎白此刻再一次看到了昨日的自己 年轻的面旁 坚定的眼神 以及曾许下的庄严承诺 她充满感激的望向他们 似乎是在对他们诉说 你曾经的每一步都铺就了今天的道路 你的每一个决定都充满了勇气和智慧 你的每一次微笑和泪水都成就了这个国家的历史 她会感谢年轻时的自己 那个在战火纷飞中坚守岗位 勇敢面对未知挑战的女孩 她会感慨岁月的流转 自己从一个年轻的公主成长为一个国家的象征 见证了历史的变迁 感受了世界的沧桑 她会告诉昨日的自己 尽管道路不易 但你从未放弃 你的坚持和努力 为这个国家带来了希望和光明 第六集 晚安